那你能嫁给我吗 我将演奏的是马拉圭兰舞曲 作者是Lacone 你要是有意见的话 我会给你换一首 我还要变成 才叫什么 才叫蠢而飞 蠢而飞 今天你点蠢而飞 我就给你弹个马拉圭兰舞曲 站住 我将蠢而飞 每一个人 无纵 小号 你猜得很对 给我小号 先来一个 先来一个 小号的话 那个出门我管 兄弟 你先来 你开心呀 好了 两个问题 把音乐当初送上来玩 和活 接话的观众 更是一个都不少 像侯乐天老师 这么会玩的 堪称咱们国内的第一人 如果有人说 刚刚的交响乐团 是侯老师专门准备的音乐喜剧 那接下来 面对突然抢戏的手机铃声 无论是在美国 林肯表演艺术中心 演奏的手机铃声 交响与 I can 还是各位音乐界大佬的临场反应 每一个都看称神操作 选择 哈哈哈哈 别以为光国外的交响乐团这么会玩 咱们国内也有一个百年老字号 一天不淘气就心痒痒 要说这哈尔滨交响乐团 可谓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 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交响乐团 从1908年建立后到现在 112年左右的时间 不知道培养了多少世界级著名音乐家 不过就是不知道 如今这一言不合就搞事情的行为 到底是谁先起的头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一下 还有哪些音乐会上的名场面吧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